詞曲 李宗盛 我們接著的講者就是我在威爾斯親王醫院 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的同事 欣炳賢教授 欣炳賢教授是在澳洲墨爾本大學畢業的 他現在本身在威爾斯親王醫院裡面 心臟科的副教授 欣教授在心臟科很多方面的介入性治療 都是有一個非常高的躁毅 以及也有一個很大的貢獻 他本身集中的興趣是治療一些研究的重點 是在動脈血管的一些缺血狀態之下的 介入性治療 所以今天也很高興 欣教授可以跟我們分享 他在嚴重肢體缺血 在血管病方面介入治療的最新進展 Brian 大家好 延續剛才王教授說 用微創方法治療 即是腦血管的問題 我都是用一個在同一個科技 都是血管內的微創方法 來處理一個下肢嚴重的缺血性的病 其中我主要的就是希望大家 分享到的 就是希望多些病人可以接受治療 其實主要是希望救分多些病人的腳 其他方法當然可以買一雙鞋 一雙腳的鞋 當然有些比較好的方法 其實下肢血管病 其實跟普通血管病的病例一樣 都是因為血管硬化 還有膽固成積聚 即是跟冠心病一樣 令血管逐漸去狹窄 其實這個病是會逐漸越來越差 大部份病人 最初血管的直徑是比較寬鬆 最初有半病人可能沒有什麼徵狀 但持續慢慢收窄 血液循環越來越差 最早期的徵狀就是走路走路 就開始缺氧 就開始痛 我們傳統說的跛行 其實這個道理 突然跟冠心病的心狡痛一樣 其實腳狡痛一樣 不過再嚴重一點 去到血液循環 就是沒有血液循環 腳就開始不走路 我們叫做rest pain 即是不動 尤其是晚上的時候 而且最差的完全沒有血液循環 就開始腹爛 看到有些人有一點洞 然後開始黑了 然後就越來越黑 因為開始壞死了 其實很多人看到大部份的糖尿腳病 就有這樣的問題 其實我們看到這些平時 其實好像冰山一角很少 不過隨著我們社會年紀老化 我們的食物的豐富度 和西方化 以及現在的糖尿病問題 其實冠心病和下肢血管的病 會相續越來越多 其實統計過全球性 其實過十年 其實已經增長了三成 我想著現在有這麼多因素 我將會見到越來越多的病 尤其在我們亞洲方面 就比外國的病相距來說 是會多 其實有甚麼症狀呢 第一 主要是因為剛才說 是因為嚴重的下肢血管的阻塞 不然去到爛腳的情況 很多時候不是單一方面 是一個阻塞 很多時候是有很多阻塞 好像其中一個病 有呎長的阻塞 由腿瘤到腳都有 其實是很多層 是一個很長的阻塞 很多時候是很小的血管 由膝蓋對下的很小的血管 即是去到腳趾血管 差不多有一個 1mm的血管的阻塞 最初是怎樣呢? 是痛 好像是晚上痛 為甚麼晚上會痛呢? 因為平時你站在地心吸力 血向下 那你回來就沒那麼差 一睡覺時你腳擺平了 沒有地心吸力的幫助 很多時候晚上的病人就開始痛了 腳又凍了 當時你見到病人 要腳躺在床側邊 拿回地心吸力 幫助他多幾滴血 在腳上 讓他沒有暖一點 很多時候的病人 最初就開始晚上睡覺 痛 亦有很多病人就是 腳的脈磅好像摸不到 接著 可以變色 開始腐爛 去到黑了 甚至可能會發現 很多時候 其實糖尿病 但糖尿病是挺廣泛的 不其中 大家可能最熟悉的看到爛腳 就是聯想在糖尿病 其實很多糖尿病的問題 就是因為血管嚴重的阻塞 不是迷絲血管 是在大氣管塞了 令到他沒有血 令到他無法痊癒 其實除了爛腳有甚麼好處 那又怎樣呢? 其實他的討論是很差的 如果開始爛腳的情況 一年內會少於一半人 還是在生 不需要折肢 其實開始這個問題 其實已經告訴你 是一個 將來是挺嚴重的問題 還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是血管阻塞 適藥是沒有甚麼大作用的 那其實一定要調整 讓血去到你的腳 才能夠折肩 其實很多時候說 斬腳吧,就懶了 不要要,斬腳 斬腳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因為斬腳,為甚麼不好呢? 如果一斬 通常血管要斬到膝蓋 那麼高 為甚麼不可以斬腳 只斬腳眼呢? 因為很多時候血管 去到這個腿 大腿 膝蓋最上去停 大部很多時候這個就不夠血 所以斬腳人也知道 要斬到有血 那個傷口栓埋到 如果你的血管 如果去到大腿 已經停了 你斬腳趾 沒有甚麼意思 也將一個很小的一個彎 變大一點的彎 斬腳眼也是 那它斬到有血了 通常人們一斬,斬到很高 一斬,斬到膝蓋對下 對上有血 那個傷口才復原 而且一斬 很多時候你也知道 斬到沒有膝蓋 或者對上對下 大部份的人都走不了 尤其是病人已經是年紀老 斬了腳 就可能要輪椅 亦都是很多時候 左手不是只有一隻腳 很多時候都是兩邊腳 一樣那麼多的手 不過是一隻腳先爛 先做另一隻腳 很多時候你一隻腳斬了 隔多一會 到那隻來了 很多時候變成斬 很多時候就去到 就是這麼差 就是bilateral amputee 其實是一個挺殘忍的 還有大部份斬了腳 因為它也有很多人會有瘋狂 有很多人起不了床 有些sacral source 也有很多因素 很多時候都會 五年來大部份都會過身 還有斬腳以為很簡單 其實是挺昂貴 相對來說 因為你斬了之後 病人可能會留院很長時間 之後他又可能要請到一個工人 去照顧他 很多因素 其實斬腳 可能是快 不過之後那個方法 其實對社會來說 那個負擔是相對其他病人 是高了很多倍的 那現在怎樣處理嚴重乳血症 其實主要的問題 主要方法就是 血管阻塞 其實挺簡單 塞了 通回它 主要問題就是 選擇是哪些病可以通 是哪些不可以通 其實都 現在我們的科技先進 技術上先進 其實大部份都通到 很少病人是沒有機會去通 其實不只是通 要早通 因為你遲 血管一壞死了就不能救了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要儘快 你開始有症狀去嚴重乳血症 就最快通了 不要等到它破壞了 即是破壞了才能救 那個後果就絕對沒有那麼理想 其實已經是國際性的治癌 其實是通回血管 就是reversed carization 就是塞了血管 通回它 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當然通不一定是微瘡 你可以搭橋 也可以是微瘡 總之是把血管帶回去 之前去不到的地方 主要是把血管帶你去 營養 去你腐爛的地方 好像耕田那樣 你的田上面生了水喉 沒有水喉 沒有水喉 你開回水喉 有水了 那些東西才會生 會救得回 其實如果你早去通回 亦都是足夠通回 即是通得 即是通得回 大約有八至九成的腳 是不需要斬的 即是可以不斬到 不需要斬 除了不用斬 其實很多時候通了血管 病是一個最好的止痛方法 很多時候晚上病 我還說冷 是經常通 一通回血道 第一晚通常都發覺 開始暖了 亦是痛的程度 減了一些 因為缺氧的痛 是很痛的 那要通回血管 那是一個好的止痛方法 亦會有一個傷口 會幫助他 帶到營養 慢慢去康復 當然時間會很長 不過也會有機會康復 而且如果真的要斬 你可能不需要斬到膝頭肛 可能通到腳硬 可能只能減腳趾 也可以 只能斬半隻腳 那多數有法教 通常來說 你能走得回來 因為有一個爭 你走的機會 就比你斬了膝頭肛 亦都當然 好想而知 你越斬越少 盡量不用斬 你的生活指數 和你的行動方面 當然會好很多 以及希望 不用斬的話 可以延長 便宜的生命 亦都可以減短 他們留遠的時間 亦都可以減少 他們去康復的時間 希望 總括來說 希望可以幫助社會 減低醫療上的負擔 其實怎樣 剛才說過 可以搭橋 可以微創 其實全世界 已經是美國的指引 發覺現在 差不多用微創方法 已經算是首選的方法 去治療嚴重的缺血性 為甚麼呢 好想而知 好像冠心病 微創和搭橋 大家都知道 微創一定是創傷性 比開刀少些 亦都適合年紀大 亦有很多病人 不適合全身罵醉的病人 我最老的病人是103歲 原來是局部罵醉 其實很多時候 搭橋可以搭到很小 不過有時候 我們血管可以通到 塞到腳趾尾 都可以塞到 那是否搭橋搭到 很多時候都未必一定能搭到 所以有時候 搭橋未必一定能幫助病人 有時候是沒有地方讓你搭到橋 你要搭 地方讓你從頭搭到尾 我們通血管 可以從頭到尾 其實有少許是不同的方法 不過有時候搭橋搭不到 我們微創有時候可能做到 亦都可以是我們 做不到 或者翻摘 我們可以再做過 不好意思 其實我們這個技術 做完可以再做 其實美國來說 十年來我們發覺 十年來微創多了三倍 雖然說 那個 搭橋 那個 算了 這條線 是不是這條線 最重要的是少 也都說 斷支 指數會活成減 現在不是告訴你 微創比搭橋 好 不過我覺得 之前很多人 沒有選擇 沒有機會 太老了 不能做外科手術 或者不能搭橋 也有另一個創傷性 低一點的方法 好像微創 給予一個避孔的機會 就是多些病人可以受益 多些病人可以通到血管 來救救他的腳 其實很多人說 尤其是糖尿病 說微細血管阻生 你通不了了 不過其實大部分問題 現在是大的血管 就是大腿小腿的大血管 不是微細血管的問題 其實這個 在外國 意大利的一個研究 發覺少於5% 即大部分 即九成的病人 是可以通到的 即很少病人 是真的不適合通 亦是通不到的 亦都發現 如果你不通的話 你斷支的機會 有30倍以上 即是發覺 如果你可以通到的話 你的斷支機會 是很少的 除了斷支 你的生存率 發覺最低條線 就是沒有通的 沒有通的話 五年後 差不多七成的病人 已經死了 但如果你通到的話 如果你是搭橋 或者是微創 如果你通到的話 你的生存的機會 相對來說 是高很多倍的 除了不用斬油 亦都可以長命一點 這是最近 當然是亞洲 譬如日本的一個數據 因為日本其實很先進 日本有一個數據 就是發覺 即300多幾個病人 發覺如果通到 用微創的方法 生存率有八成左右 不用斬距有九成左右 以及他們個人的生活指數 相對來說 比以前好很多 雖然通了 所以可以令病人少了斷支 亦都可以令生命延長 不過你明白到 這些斷支 不是馬上通了 馬上通了 馬上就像魔術那樣 會好 通常有時候 都需要時間慢慢好 不過你不通 那機會就好未 因為你帶不到血 帶不到營養 到腳上 那一個問題 其實香港 不幸運 其實暫時來說 斷支 都是一個 變成一個 都是一個最好 常見的問題 常見的治療方法 很多病人 去到嚴重阻塞 都沒有機會去通發血管 很多時候就被人斬了 其實為什麼有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有兩種障礙 有些是病人的問題 病人的障礙 有些是醫生的障礙 病人來說 我覺得很多時候 病人是不知道 第一 有腰的治療 第一 很多時候不知道自己的病 跟血管有關 很多人以為 餓糖尿腳 糖尿病 有血度的問題 很多時候 病人被人告訴你 沒有東西做到 那你等吧 也不知道 原來可以用腳 血管通得 好像是心血管 每個人都知道可以通過 不過原來腳 都是血管 一樣通得 也不知道原來通得 如果早早通 其實可以減低 短肢的危險 很多時候 我看到病人 就已經差不多 腳趾黑了 去到腳眼 黑到很遲 為什麼這麼遲 其實每個人都很害怕 斬腳 每個人都不想斬 每個人都不肯告訴別人 穿著鞋 其實很害怕 因為很多人 朋友、親戚 腳開始爛 入之院 入之院 出來就沒有腳 他們很害怕入院 越遲 就越要斬 有一個惡性循環 越遲 就避免不了 要斬腳 所以我們要改進 要提高病人的認知 之後 有問題 早點醫治 越遲 越不能夠 很多病人都寧願死 都不肯斬 變成躲在家 最後都不能斬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淺眼問題 有時候儀器都要自負 不過幸好 最近 香港剛剛改了一點 政府 都支持這些治療 也不僅僅病 有時候醫生也有問題 很多時候醫生 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個急切性 如果看到 要做也要治療 可能要拖錢 可能變成沒了機會 也很多時候 我看到 一個不好的 一個處理方法 就是發覺 那個病人來到 爛腳 黑了 沒有發炎 現在不用斬了 你先清洗 回家 慢慢清洗 就回家了 到他回來的時候 發炎了 哎呀 發炎了 馬上斬 其實沒有了一個 window 沒有了一個空間 其實中間是可以被你通 它就變成沒有了 很多病人 因為都是老的 這些病人都大部分 70、80、90 很老的病人 也有很多其他病 灌心病 心衰竭 腎衰竭 腎衰竭 全部都有齊 很多時候都不適合做手術 可能不適合做全身麻醉 不過微創 各半麻醉 我覺得那個風險 是比較少的 不過 很多時候 這個技術 未必一定每間醫院都有 也有很多時候 大家也有時候 不知道他把病人送到哪裡 很多時候 這些病人 那些左膝 很多時候很微小的血管 膝頭角對下 血管很小的 很多時候 以為不適合微創 或者不適合搭橋 其實不是 其實都可以搭橋 如果技術好的話 也都可以微創 都可以通到 有時候 有些人通了一半 通不完 也有效果做不到 也有我們見過 有些人未通不完 也做不到他最理想的效果 其實我之前說過 斬腳容易 不過有可能 那個復抗可能很長 或者是永遠復抗不到 那麼我們威爾斯怎麼做呢 威爾斯其實我五年前回香港 最初就希望 會有組織性來處理的方法 那我就聯繫到 跟血管外科 我自己的心臟科 還有骨科 就是骨科 還有腳部治療師 還有內分泌科 一起做一個團隊 一起去處理病 因為這些病是挺複雜的 不是一個部門可以控制 看得到的 剛剛在去年年初 就開了一個 綜合性的 一個腳部治療師 我們就會快速 觸見這些病人 病人一有 可以像一個快隊一樣 不用等那麼久 一有冷卻 直接回來 我們盡快幫你去 研究是甚麼問題 直接盡快幫你通回血管 務求 不要等那麼久 我們主要的方法 通通都是微創主 主要是把血管由心 帶到你要去的地方 腳踩好 腳背好 腳趾好 總之你帶到血要去的地方 那時候才有機會會通回 我們盡量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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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會給大家看看 我會有幾個個案 我會有幾個個案 我們現在做的技術 以及我們可以做到甚麼病 這個病人是62歲 有糖尿病 又在洗血 15個月 就一直冷了很久 雖然沒有發炎 幸好沒有發炎 就一直乾燥 洗得很漂亮 然後又痛 又冷又痛 大家會否覺得哪隻腳趾會救回來 我會給大家看看 大家以為這隻腳死了 這隻也差不多死了 這隻真的沒有了 至少可能只剩下兩隻腳趾 最後快聽我們做到一個效果 其實這個血管有幾折的痛 這個就是大腿中間 發現好像之前被人做過 通過波仔的支架 不是自己本身的改法 硬到鐵釘 其實是一個很短的座室 我們很簡單 放一個支架 就剩下了 到膝蓋對下 膝蓋對下 通常有三支血管 三支香調轉 這樣 這個病人又圈了 他們告訴他們 斷了 這裡塞了 這裡的腳 腳跟腳爭 斷了一節 其實我們跟通血管 通波仔的原理一樣 在鋼線 穿過了左膝 用球囊 支架 這樣的傳統方法 我用球囊 三個月管 我全部都賺了 全部都賺了 我賺了 之前塞對方 我賺了 雖然後面那支沒有通過 不過前面就通過了 我覺得血流應該夠 所以我沒有特別去選擇 後面那支 我發現三個月後 其實大腳趾一半還在 只是沒有一隻腳趾 這也是幾個月後 不過至少通了那一晚 就開始亂了 沒有那麼痛 慢慢有機會康復 當然不是通了 一定個個是這樣的 這是一個 他有點幸運 這麼久都沒事 另外一個個案 這個雖然遲些 不過永遠沒有最遲的 這個病不是我醫院的 是第一間醫院的 六八歲糖尿病 左腳已經被人斬了 因為難斷肢 現在到右邊 又被人斬了幾個腳趾 沒有了三個趾 那個腕又不好 又痛了 那邊說 斬了那邊 斬了那邊 雖然他已經是 駕駛駛坐在輪椅 沒有什麼分別 不過他也不想 其實大家都不想 用一隻腳 是很差的 而且每一個交換都會低 他都不肯斬了 那怎麼辦呢 試試看 看看如何可以通了 我發現膝蓋對下的三支香 就全部都濕了 其實我抽了三條 未必是需要 我選擇一條 最需要的一條 就是前面那條 我再通了一條 OK 那三條都斷了 經脈盡斷了 那我就 只通了前面一條 這條 OK 去到腳趾 OK 那可能給一張 OK 那你就見到是 條血管 我打一條 可以追蹤到 去到腳趾 也有血 OK 這個就是幾個月之後 傷口就 抹黑了 OK 雖然他都是骨尺斑 但他的病 都很感恩 即是不需要斬上他的腳 OK 至少可以幫他的傷口 可以埋伏 另外一個個案 這個74歲 中醫來的 就是糖尿病 吃煙 心臟病 一個月之後 已經黑了 然後其實很深 看到紅色 其實已經很低 很入 其實這個病 應該要斬 應該要斬 其實已經是太遲去通 不過病死都不肯斬 無論如何都不肯斬 我們有人說 他用患者去訓證 叫他定要斬 發覺不是 他這個是清醒 他自然不斬 沒有辦法 嘗試幫他通 不過我都覺得 都算是不遲 都未必一定能夠救到 雙腳 不雙腳自然沒有 不雙腳 希望 OK 那麼這個病 就由大腿開始 又是大腿開始 膝蓋對上 就斷了一折 都不太長 這個10cm左右 很短 接著到膝蓋對下 又好像經脈盡斷 就斷了很多條 後來有少許欲隱若現 中間都有一幾折 是斷了 我要選一條 要通過 上面的膝蓋 那一折很簡單 今天是八日支架 就補回 膝蓋對下 又用球囊 就斬開血管 這樣就發覺 膝蓋對下 我們可以做到 一個這樣的效果 就是血管 雖然不是完美 現在不是無求完美 是無求打到血去血管 就收手 然後把血管拉到腳 那些病人 無論如何都要斬到腳趾 不過斬到腳趾 斬到腳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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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深 要刮得很深 所以要很長時間 只要穿一雙鞋 你不覺得 他仍然在中國行醫 即是是中醫 你看看 他仍然可以走回 因為只要穿一雙鞋 你不知道他沒有三隻腳趾 四隻腳趾 沒甚麼所謂 那他就 那其實 跟你說 其實通血管 是第一步 那我要這麼長時間 為何要靠腳部營養師 還有很多骨科馬 幫你刮 所以其實我們 要怎樣團隊方式 去看病人 就不只是 我只是通血管 通血管 之後你解決它 所以我們要很多醫生 要內科去控制他的糖尿 要腎科看的腎 很多不同的科 一起合法 一起去處理病人 所以不是單獨一科 可以看得完的 另外 技術上 有甚麼新的呢 就是我們有時候 通常來說 通血管 是一個方向 現在我們可以兩邊一起通 這樣就走到浩門 這就是84歲 86歲的病人 腳趾就黑了 在另一院 嘗試通 傳統是一個 上面通下去 都是鑿石 通不到 轉嫁了過來我們 那裏 為何做不到呢 因為它很長 這個就是之前 換過那個盆骨 那裏 就從鼻縫開始塞 整條塞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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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很囂張 兩條血管,兩條血管,左上下上,中間在碰住,到了,就是到了 大家斬開它,通過一條路,好像Cross Harbour Tunnel 就是兩邊一起通,大家希望待會黏住它 黏住了,就可以一條線,一條過,我們叫flossing wire,就像牙線一樣 一條線,一條鋼線,從這裡出來 就是maintain到你知道,可以拉到一邊 然後用傳統方法,可以由滾滾滾滾 主要是這樣,可以令你過一條線 由上,滾滾滾滾滾下,帶回血管,由上,可以trace到 去到膝蓋,all the way down to the ankle 你發覺這隻腳趾開始好了,那隻腳趾壞死了 自己就脫掉了,OK 最重要的是,第一,是令它沒有那麼痛,至少是止痛方法 亦都是把壞死的腳趾壞掉,把洞做得好 其實現在很常用,未必是普遍性 不過這幾年,多了這些,由底下繞上去 有很多時間,上面繞不下去,因為上面很硬 好像水喉塞了上面,鐵釘,有時在底下繞上去 其實這個技術上,在這幾年才開始會 逐漸多了,現在我們都用多了這個方法 就是前門走不到,走到後門 其實我們成功率都是九十幾%通到的血管 這樣可以繞多圈,也可以把腳的血管 可以直接打個圈,我們叫pidol loop 把它打通了,就好像經脈,幫你打通了 全部可以打得衝快,可以這麼小 那些1至2毫米的,mm的血管 我們都做得到,務求打到血要去的地方 有些事發,未必通過者一定是做到的 我們有時叫綜合性,叫hybrid 這個81歲的男士又爛了腳眼,不好 他又塞得更厲害,他由肚臍開始 差不多到肚臍,這裡開始塞,塞,塞,塞 到膝蓋上,又是兩三尺的座室 那什麼辦法可以通到他呢? 可以搭橋的,你可以由開了這裡 通到這裡搭過去就可以,上面 然後再搭,要有幾大的創傷性,大的開肚的手術 那八十多歲,你都未必想開這麼大的手術 那我們有什麼辦法呢? 其實可以通到它,可以用支架,通到它都可以 不過有時我們盡量避免在一個架位上 放下支架,因為有時你怕它斷 那什麼辦法呢? 我們有一個綜合性的方法去處理的問題 第一,我就用微創方法,由上面 創過了,由膝蓋到膝蓋到膝蓋的位置 那這裡看到有一個surgical 叫什麼?我不知道 那些surgical的東西 然後呢?其實我們怎樣呢? 就根本是用surgical open了這個wound 這個common family,膝蓋的位置 我有這個通血管,這條線出來了 ok? 然後呢? 我就去喝咖啡 到我的朋友James R就繼續做事 他呢? 他呢? 我條線就在那裡 他就繼續通到那裡 然後搭了這條橋 然後呢? 關上門 那個… 完了之後呢? 我把我條鋼線放回血管裡面 關上它 然後我就出場了 那我就由上面,才撞開它 放回支架 最後呢? 就由肚池去到比喇,是放支架的 由肚子去到腳就是bypass 這是一個混合性 無求將外科合起來的技術 希望帶老病人多一點的選擇 就是做一些最低創傷 亦都一個最好的效果給病人 那些病人有幾個月之後呢? 那個wound就好了 ok? 這樣有時候未必能夠搞到 那這個呢? 我們就跟外科是很深的 現在已經壞死了,已經入到骨 那這個就是通回 on the same time,一起切開它 那我就快一點 大家都提到一樣 其實就是把塞的血管通回 塞的就通回 on the table,就把它砍掉 ok? 這隻是砍掉的 那之後呢? 因為它一砍的時候 骨科馬上看到有血度 其實這是一個好處 有時候它砍的時候 沒有血度 就是砍了一個乾柴 那樣 其實它一砍,開始有血度了 那它的flap 才有機會可以治療 那它呢? 那它呢? 它可以砍低一點 如果傳統來說 它砍很高 可能是bKa 因為沒有血度 那就是盡量幫到病人 那最後呢? 最後一個last case 我不說那麼多了 有時候的病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病人呢? 雖然通血管的問題是容易的 病人本身是一些很複雜的病人 那現在八十歲的婆婆呢? 又有床療 又中過風 又有心衰竭 又有腎衰竭 又最近有hard attack 就是感激感濕 又有massive GI bleeding 那怎麼辦呢? 我怎麼通它呢? 通了要給血小板藥 那怎麼辦呢? 那你的腳好像爛了 Gangrene 接著有些infection 那外面呢? 就嘗試過通 通不了 接著它的病 怎麼都不肯走 我寧願死也不肯走 那怎麼辦呢? 我們嘗試進來斬 那我正在做之前 給它一點水 就是保護著腎 給它一點水 然後就費積水了 又要大面罩打幾天 接著又開始肺發炎 又開始越來越差了 接著呢? 我說你斬吧 最快就斬了 斬了 就是hard oris 怎麼都不肯斬 寧願死也不肯斬 那怎麼辦呢? 唯有薄一薄 其實它的主問題就是 這個比喇 去到西樓哥對上 斬了 西樓哥對下 出回來 其實一缺十多cm 左右 之前就做不到 那我說 with our best you will die 來一次 不過要做得快了 要盡快做了它 很快的降線 就去到之前人家做的位置 之前被人通過 去到同一個地方 塞跪了 好像鐵石一樣 怎麼都過不了 那你有機會就可以 有錢說 底下繞上去再做 不過我想快 我貪快 總是用了儀器 用了儀器 就是一個儀器 就是專門幫你 用針 捉回頭 即是 你出了血管之外 用針 即是 捕回去 那你就可以 刺回去 光纖入回去 那你就可以 用線 去回真血管 那我就盡快 即是想快 少一些的顯影劑 盡快解決 這個patient就算了 那最後 就放些支架 現在支架 腳支架 跟深支架不同 深支架是硬的 腳支架 因為腳要動 是軟一些的 亦都長很多的 那現在的血管 即是下肢的血管 那些支架 是打個裂 都不會難的 那我們就發覺 我們就將它 由上面 即是很快地放的支架 由 由上面 看到通放的支架 血管 就是靈光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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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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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去底下 也都是 支架是過了 那很快 就是血管 就是這樣 帶到去 要去地方 所以我就 收工 發發假裂它 以為沒事了 那我用了 那些顯影劑很少 100秒顯影劑 不過不好錯 一病第二天 那肾散弱 OK 不出血了 快即睡了 那怎麼辦呢 那ICU又不收它 那時候沒有床 怎麼都咬了,怎麼都不肯收 幸好我們的腎科很幫忙 做一個很急的幫他用肚子來洗血 洗了四天,腎就回復 那病人的CRP又跌倒了 那些疾病也下降了 腿的腿就好一點 要住了一個月才出軟 我最近的病人,上禮拜我都複診了 差不多20個月左右 病人都還可以的,還可以走 腿還是摸到的 那隻腿就自己脫了出來 現在是清潔的,沒有怎麼痛 也沒有怎麼動 其實說回升的最後一步 就是我們2009年回到香港 到現在,都不是最近 10月的指數 做了118個這些嚴重乳血症的病人 134隻腳 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兩隻腳都要做 因為兩隻腳都很困難 都是年紀大的 70多歲到80歲都有 最老都是90多歲都有 多數是高危的病人 有糖尿、血壓高、患心病 中過風,要洗腎 其實我們發現 我們一個月和十二個月的 那個生命都不完美 但我覺得都很理解 這班醫病都是很遲 至少那個大小的嚴重 要斬腳的率 有14%左右 而且是典型的病人 有洞便沒有洞的病人 我想總結來說 其實嚴重的缺性 大部分是因為下肢的血管阻塞 令到這些問題 我覺得隨著年紀老化 糖尿的問題 將會是越來越大的問題 會見越來越多的病人 而且這病是會逐漸性的 是吃藥未必會不會好 這些病人 濕到這麼小 又有一個高危會死 以及要截肢的危險性 而且大部分的病人 如果早就通了 如果它搭桥很微創 總之你肯通了它的話 要截肢的危險性 會避免到 而且用外國來看 全球性來說 微創方法已經接受了 大部分的手船 通了血管的方法 不過主要來說 其實這些病人是很複雜的 我覺得是要一個團隊式的處理方法 一起去幫助病人 令到一個最好的效果 多謝大家 希望下次見到病人 想你想一想 還是先通了 不要馬上去斬了 OK? Thank you